所以是否也是看着联储局收水 监食 还有内地监管问题 应该我们看些什么呢? 当然啦 其实一月份来说 港股算不差的了 就是那个牛年年尾 都有1.5%升幅 明显地都跑赢环球股市 即是美股又跌下来 A股也是一样的 港股反而OK 最主要的地方就是因为去年太差了 实在我想大家都知道 即是基数相对比较低 估值相对比较低的位置开 自然可以做得比较理想一些 还有刚才你也报道了1.5% 整个1月的行指是有得升 但是科指仍然是跌的 所以反映了1.5% 其实过这个月如果推过市场来的主因 就不是靠科技股的 反而仍然靠了一些比较传统性的股份 可能也会做到银行股 或者一些内房 其实都弹了一下 其实我想这些因素都是 源自了几样东西 银行股当然大方面都是看着加息因素 或者环球性央行都是在行这些因素 这个我想未来短期 当然整年我自己都觉得还是可观的 但当然短期 特别可能以3月的时间 我相信这些股份 还是反复地偏强些少的 因为毕竟这一刻还在说3月份 特别是美联储那边 几大机会是停了收水之后 就立刻会加息 甚至乎都还是觉得 虽然我之前自己都说的就是加息 是否等于加10次8次 真的完全有效 压低通胀呢 未必完全是 因为今次通胀都说过很多次 不是真的完全由需求端带动了 有些是供应方面是影响的 所以加息就不会说 连于供应那边是有什么改善的 但是也会压到需求那边少少 就是经济带回来那边少少 而连带来 今年你讲到去到第四季的时间 美国都仍有一个中期选举 所以我觉得相信其实在拜登 虽然这样说 美联储就虽然大家觉得是独立 但是我明显就不独立了 所以我相信在越来越近中期选举 比如可能到七八月打入开始 其实美国就不敢说加得太密着了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 可能在这个上半年 其实会是宁愿加力度重一点 或者次数比较密一点 尽量压低一些通胀 然后可能下半年就不加那么多了 所以我想对整个上半年来计 各地的板块 比如银行股 我觉得都仍然维持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 而连带来 因为有那么多可能是短期性加息 的力度比较大小小的时间 对股市方面 当然未必说特别是非常之强劲 始终都有些压力在 但是会员期花点 可能在整个的上半年 一二季来说 恆子都是维持之前的看法 会比较反复一点点 可能真的去到第二季的中后段开始 才是好一点 我整年觉得OK的 因为始终无论你二年或者苦年也好 始终港股的估值相对比较低 我觉得下半年回来 其实是有条件做好一点的 我觉得大体上指数会是这样看的 而除了先提到一些 可能美国那边收水之外 另一个比较对港股都好一点的地方就是内地 我自己也觉得其实预期今年 内地都会偏向是松一点的 虽然不主要说大放 因为其实一定不会大放的 经历了早年的大水满灌 你见到过去这几年 其实全部都没有大放的一个情况 但是今年我想力度上讲 都会是松一点的 因为都是要找经济为主 所以我觉得对港股都说 少许有些正面的支持 所以其实整个苦年展望就不差的 但是可能你说要恆子 比较展开好一点的回声 可能到第二季后段开始 才慢慢会展现出来